人标提小苹果对张子怡,却把她摔倒在地张子怡的一个动作量了,难怪改口叫她妈妈,为了庆祝2019的到来。 张子怡特意在微博上,晒出了一家人欢度佳洁的视频,全家朝着冬日的暖阳,奔跑着迎接2019年的一切美好,同时也希望2018年的所有不美好统统消失,送上最真挚的祝福。 祝大家新年快乐视频中,汪峰,背着醒醒,站在中间张子怡,戴着耳罩小苹果戴着帽子,站在两边全家并排一起奔向幸福的2019,每个人笑容满面幸福一于言表。 除了张子怡晒出的全家出动,迎接2019的视频晚,大女儿小苹果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另一个版本,视频中小苹果追着张子怡,一路向前奔跑没想到。 才跑了几步就一个猎切,两人双双摔倒在地,两人笑成一片小苹果还搞笑的配文,摔走了2018一切的不愉快。 网友看到母女两人嬉闹的视频,都表示张子怡真的对大女儿太虫了呀,摔下来不但没生气,还十分开心,并且还细心地撑住地往一旁,倒着一个小动作,避免了小苹果被压受伤。 还有眼尖的王九,发现小苹果称呼张子怡为我妈,说明小苹果是发自内心的幸福和快乐张子怡这个妈妈,也当得很称职。 小苹果是汪峰和前妻的孩子离婚后,就一直跟着汪峰生活。 张子怡和汪峰结婚后,也没有因为醒醒的到来,而忽略了大女儿的感受和存在。 反倒是更加的在意和照顾她的感受,张子怡确实是个好妈妈。 每次有什么活动或节日全家人,都会一起出镜,并不会只偏向于自己的宝贝行写。 晒得最多的,就是一家四口的全家福行饱满三岁全家福送上。 亲密地搂着大女儿很是幸福,而且从和赵中也能看出两人的关系是真心的好。 每张和赵小苹果都坐在张子怡的旁边两人的动作,都很亲密,搂搂肩很是自然。